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毅会计师 经过了一个繁忙的税计 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拜登的税改计划 大家都想知道 这个税改计划如果通过 会对自己的情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如果有影响的话 应该如何应变 但是在讨论如何应变之前 我们先大概的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拜登团队所提出的税改方案 拜登的税改方案是因为 拜登要推动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个基础建设又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硬体方面的建设 例如在交通、能源 跟其他传统产业方面的投资 而另外一方面是在人文方面的建设 这个包括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助、教育补助以及训练计划等等 而推动基础建设则需要大量的资金 所以需要向大型的企业及高所得的个人增加税收 那这方面的细节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绿皮书 总而言之呢 拜登的行政团队将税务补助及征税的内容呢 称为建造回更好的计划 那在这个建造回更好的计划当中呢 又可以粗略的分成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以及绿能产业的税务优惠的计划 还有呢 针对大型企业以及高所得个人的增税计划 所以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 有人会受益 那有人会要付出更多的税 那这个完全呢 是要看在这个个人是处在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什么位置 那在税务上的优惠政策呢 又可以分成下列的三项 第一条呢 是鼓励基础建设 那包含呢 对于新市场的税务补助 以及对于呢 低收入住宅的税务补助等等 那第二方面呢 是奖励所谓的绿色能源 举例呢 就是说如果有人是买这个绿能的车款的话呢 将会有税务补助 好比说在以前年度 如果有人买这个Tesla的电动车呢 在联邦报税的时候 可以得到7500块钱的credit 那第三条呢 就是这个关于社会安全网 那在这个方面呢 是提议扩大抚养儿童的退税 也就是说呢 有这个refundable的child credit 以及呢 对于低收入补助 就是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而且呢 还提议呢 因为就是照顾小孩的这个育儿服务者呢 也要得到相对应的这个税务补助 那在征税的方面呢 又可以粗略地分成个人类 企业类 以及呢 增加国税局的预算呢 来加强对于高所得人士的查核等等 那在个人税的方面呢 在这个计划向下 提议就是说 将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的税级呢 由现行的37%增加到39.6% 第二条呢 是针对这个调整所得 在500万以上的个人呢 你增加一个新的税 3%的新税 那第三条呢 就是将这个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 由现行的20% 调高到25% 而且生肖日期呢 是这个计划的提出日 那这一项呢 可能是对一般中高收入家庭中影响最大的 那第四条呢 是在这个川普税改当中呢 有一种是针对跟个人税相关的小型企业 就是Pay-through entity的税务优惠政策 又叫做Section 199A 这个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Deduction 那在这个税务计划里面呢 是要收紧这个199A呢 对于所得上面的限制 那第五条呢 是对于这个高所得的人士呢 如果有大额的退休金账户的金额呢 要加以限制 那这个意思呢 是将本来可以递延的所得税呢 部分要转成课税所得 那在跨国企业的方面呢 主要是将这个西行公司的税率 由川普税改后的21% 调高到26.5% 那除了境内所得税率的调整之外呢 对于跨境税务的相关的Guilty Tax 跟其他相关的税务法规呢 也有琢磨 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呢 在这边我们就先不讨论 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来跟大家一同来讨论 可能的因应之道 谢谢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